你会游泳吗 很好 因为你要准备前往太平洋最深处了 套上你的蛙鞋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底部正等着你 现在下水吧 真的 走吧 好哟 水下0.3公尺 这是你不需要戴着面罩等特殊装备也能自在游泳的深度 嘿 瞧 肯定是些游客 或是金鱼 水下3公尺 这比美国的公共泳池和海滩都还要深一点 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鱼 甚至以太阳光为时的浮游植物 水下8公尺 这是意大利威尼斯这座漂浮之城的基座所在着深度 威尼斯的建筑者在这个深度铺设了柱子 并在上面建出了房屋和街道 水下10公尺 这里你会开始感到水压很大了 当你在水面时 你处于一大气压力的环境 每平方英寸为15磅 但在10公尺深处 压力则会加倍哦 你身体里的所有气带 比如你的肺或耳朵 会开始被这种压力给压缩 使你感到不舒服 不过别担心 你的器官是柔软有弹性的 所以你可以继续下潜 水下12公尺 哎呀 你快没空气了 普通人一口气可以憋个30到90秒 目前最高的记录是惊人的24分37秒 好喽 现在你得使用潜水设备才能继续下潜 诺 感谢 游客们会潜到这个深度 来观赏珊瑚礁和珊瑚 你不需要特别的技能 但是没有训练或执照 你可是无法再继续下潜的哟 水下14公尺 小心 有鲨鱼在这个地方游泳觅食 有时 游客们会进入一个安全的笼子 下潜到这个深度近距离观察鲨鱼 但你最好远离这些掠食者 别引起他们的注意 所以记得千万别带任何闪亮的珠宝首饰 因为鲨鱼可爱这种东西了呢 水下19公尺 在这个深度 你可以看到位于佛罗里达的水瓶座实验室 它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具有可供探索海底的房间 你可以通过一个仓口进入那里 水下32公尺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钟挂在一条链子上 400年前左右 人们会用这种东西来进行深海潜水 他们会在船上用链子把钟放下去 而潜水员会躲在钟里下潜 钟里有足够的空气可供潜水员呼吸 这样一来 他们便可以探索沉船上的宝藏了 水下42公尺 在这个深度 你可以在中国千岛湖里找到一座沉默的城市 至今你仍可以在那里看到街道 房屋和寺庙 水下100公尺 哇 你差点撞到一头巨大的蓝鲸 你怎么会没看到它呢 这些有着两节火车车厢那么大的动物 通常会潜到这个深度 噓 我们听它唱一会儿金歌吧 真美 继续前进吧 水下200公尺 这里是大多数海洋生物生活圈的尽头所在 阳光几乎无法再继续往下穿透下去 这个深度以下只有非常特殊的鱼种 比如这只安康鱼 它们之所以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外表 是因为它们必须适应这里的高压才能生存的关系 水下214公尺 这是你有机会看到未使用潜水设备的潜水员的最深点 这名男子拥有地球上潜的最深之人的称号 他是唯一一个潜到这个深度的人 他的身体在这里承受的水压 可是水面上的20倍之大 水下300公尺 那是什么声音 哇 是一艘潜水艇 这是潜水艇能潜到的最深深度 其中某些可以达到每小时42公里的速度 跟你分享个有趣的冷知识 鸵鸟的速度是它的两倍快 但是鸵鸟不会游泳就是了 水下332公尺 跟这个水沸潜水员说再见吧 在这以下你不会再看到他们了 世界记录是在红海 当时潜水员花了12分钟便抵达这个深度 但他花了整整15个小时才回到水面 之所以这么慢 是未免患上减压病的关系 现在你拿到了一套大气深潜服 它完全密封 穿着它 你便不会感到水对身体造成的巨大压力 水下443公尺 如果你把帝国大厦倒着放进水里 它的顶端便会在这个位置 而里面所有的地毯都会湿掉 水下700公尺 这里的水压是地表的70倍 你的大气深潜服的弹性塑胶部分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这是给你的紧急包裹 是一个超深潜水器 现在你可以继续下潜啰 水下830公尺 在这里如果你把地球上最高的建筑 哈里发塔从水里倒放 你便能看到它的顶端 好吧 到底是谁把高楼都倒放在这里啦 水下1641公尺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深的湖泊之一 贝加尔湖的水深 它的面积比比利时整个国家还要略大一点 水下2450公尺 这是佩迪多钻油台在墨西哥湾所达的最深深度 它的水上部分有三层甲板 几乎和艾菲尔铁塔一样高 水下3646公尺 这是大西洋的平均深度 你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管子 有长颈鹿的脖子那么宽 而且似乎永无止境地延伸开来 是的 这条电缆过去连接着欧洲和北美 主要用于电报通讯 水下3750公尺 突然在黑暗之中 你看到了一艘船的轮廓 天哪 这是铁达尼号 在这个深度强烈的水压会把人给压扁 所以你只能搭乘潜水艇潜入铁达尼号 水下4000公尺 这里将是世界上最深的矿井的镜头 非洲的姆波尼格金矿 但你还有更深的路要走 加快脚步吧 水下6100公尺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深的旧船残骸 约翰斯顿号驱逐舰在70多年前沉入水底 至今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船头上的数字557 水下8000公尺 在这里一片黑暗之中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深的鱼 马里亚纳狮子鱼 它们和家猫一样长 皮肤几乎呈现透明状 它们的眼睛视力很差 这是因为阳光无法照射到这么深的地方的关系 水下8850公尺 如果你把珠穆朗玛峰翻过来 把它插入马里亚纳海沟 这便是你能看到它顶点的地方 尽管这是地球上的最高点 但在海底 你前方可是还有很长一段路哦 水下10900公尺 在挑战者深渊 你仍然可以看到生命的存在 不过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就是 生活在这里的细菌 以类似石油的有机分子为实 再深一点 恭喜你抵达底部了 它有一万一千公尺深 这里的压力比地表的压力还要高1071倍 但你不是第一个抵达这里的人 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最后一次探险是在2012年 当时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 搭乘自己设计的潜水艇来到这里 但压力导致了部分的引擎失灵 所以它在这里难以操控潜水艇 而声纳也受损了 同时部分的电池更是耗尽 它在挑战者深渊里面待了大约三个小时 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 如果你仔细观察底部 你可以看到气泡 它是二氧化碳和液态流 只不过在这里它呈现液态状 这是因为这里的极端压力 和接近冰点的温度的关系 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也还是有生命的存在 这里最常见的三种微生物是 一生枣 英文Xenophyllophorus 端族类和小海参 它们数量稀少 是因为这里并没有足够的食物 通常海底有许多棕榈叶 而它们是从陆地上掉下来的 但马里亚纳海沟 距离最近的岛屿有200公里远 所以这里唯一的食物 便是来自海洋上层的 老浮游生物和鱼林 但它需要漂流个数万公尺 才能抵达这里 成为海底居民的食物 但你能深入到地壳更深处吗 你得启动你的巨型钻子 并启动喷射引擎才行 在海底地壳继续深入58公里 便是地壳的边缘 接着你便进入了上帝漫 这是一片炙热的熔岩海洋 有2897公里深 你得游过这一段 才能抵达外河 继续深入2270公里 然后你便抵达了内河 再继续深入1215公里 然后恭喜 你到达地球的正中心了 我不想这么扫兴 但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呢